玉礼镇清洁机具都已经超过使用连线了 维修费用也都超过百万元 相当大的负担 而今年1月份 华联县政府补助了玉礼镇公所 获得四台大型清洁车辆还有器具 亲友队表示 这些新的机具在这次春节期间发挥很好的功效 更对于玉礼镇 修树 砍草 维护阵容及环境清洁有很大的帮忙 玉礼镇清洁机具都已经超过了使用连线 维修费也都超过百万 相当庞大 就在今年的1月份 华联县政府的补助获得四台大型的清洁车辆以及器具 清洁对表示这些新的器具 也在这次的春节期间发挥很好的功用 更对玉礼镇 修树 砍草 维护阵容 以及环境清洁有极大帮助 继续环保署它在110年今年度 它也核定了我们两台的12立方的垃圾车 那还有一台推土机 还有17吨的抓斗车 还有一台堆高机 那其实这些机具对我们的玉礼镇的清洁队员来讲 是帮助很大 因为我们玉礼镇的清洁车辆 几乎都已经超过12年 都已经超过使用的年限了 那我们的故障率非常高 所以维修费用每年度都会破250万以上 那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中央就是对于我们的清洁机具 就已经有特别的关注 环境县政府对于站在第一线的清洁队员给予最大的支持跟照护 除了持续补助新增态患垃圾车 自收车 特种重型机具等等的设备之外 还购置了多功能的清便工作服 洗衣机 清洁队安全防护装备 让清洁队员从事垃圾收集分类 以及资源回收时能够有安全 清静的工作防护 记者高松双玉礼镇采访报道 清洁队员